再接着看又是一个网络男虫 台北市大同分局警方抓到一个长相貌似艺人 郭品超的审幸男子 这名男子他在网络聊天烈焰 然后呢就会要求到女网友的住处过夜 再借机搬光女网友的值钱东西 这个男子呢他拿偷来的信用卡倒刷买金戒指 结果让被害人的父亲发现了 立刻报警终于抓到了这名男虫 我对不起他们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无心的 我胆作就不要遮脸啊 对不起 你是不是都跟那些女网友发生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 是所有的吗 没有没有 双手舞着脸不敢面对镜头 他就是骗财又骗色的网络男虫 深信男子在今年1月到营楼盗刷了8000元 买了两指金戒指 随后当掉戒指换了3500元现金 昨天他再度盗刷时被业者认出 警方抵达时他还在挑选款式 远景当场呵斥要他不要再骗了 涉嫌以较好的外貌 还有日式的装扮 在网路间以日系小艺等化名 对女性网友 色试卫生的女子进行骗财骗色 甚至搜刮家中财物 深信男子在网路化名日系小艺或者是轰小艺 家境还算不错的他却到处诈骗 由于长相神似艺人郭品超 一双会放电的眼神 立体五官加上时髦朝南打饭 迷倒不少年轻女网友 他在网路聊天室到处烈焰 进一步要求到女网友住处过夜 隔天再借故装病或赖床 趁女网友上班或上课窃取贵重财物 警方在他的网路及时通 找到近千名女网友的手机号码和住处地址 怀疑已经有不少女子受害 其中有些还是未成年 呼吁受害人出面指认 要进一步扩大追查 对新闻临时红谢凯轩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